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談談關於本港的消息 話說昨天的新聞紙都賣光出來 TVB是召回了曾志偉和黃祖南回巢救網 曾志偉將會擔任TVB的副總經理 兼行政委員會特別顧問 黃祖南擔任首席創意官 兩人會主力統籌綜藝節目內容 實請TVB這些招數無非就叫做自欺欺人 苟言殘喘 因為這群人都不知道自己什麼 在過去兩年以來 凡親是基於他們的新聞報道 和時事評論節目的立場偏頗 而決定要離棄他們的觀眾 我相信在未來無論他們怎樣改革都不會回頭 所以無非就叫做白費功夫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實情電視行業已經是一個夕陽工業 莫講說曾志偉和黃祖南 就算你找個神仙去做總經理 他都不會幫你變回一條鹹魚翻生 為什麼呢 不要說政治因素 只是說結構性的問題 就已經足以令到電視台 不能重拾往式的輝煌 現在就已經進入了21世紀的互聯網時代 人人都拿著一部手機走出街 他喜歡看什麼就看什麼 有些人喜歡看YouTube 無論是時事評論節目 播放音樂 又或者是看其他動畫片等等 教主送什麼都可以看 或者是安裝Netflix 他是專門看劇集 或者是電影 基本上什麼都可以看 而且是可以自行來選擇 就不需要像電視台那樣 定時定後幾點鐘就放什麼給他看 這些完全不是自己選擇 是沒有互動的成分 是沿用以前那種單向式的播放 你播什麼就要看什麼 現在已經是21世紀了 這種模式落後得很厲害 再加上現在的家居的智能電視 他搏通了WiFi以後就可以連上互聯網 又是跟智能手機一樣 安裝Apps上去 他看什麼就有什麼了 所以電視台這件事是死症 是沒得救的 只能夠盡量減緩 衰落的部份 你想好像 三四十年前 家邊 狂潮 上海灘 驚華春夢的年代 就在做夢了 那時候已經是整個電視業 最輝煌 最燦爛的時刻 現在你只能慢慢減緩 衰落的進度 第二件事就是 TVB本身的節目 都是千篇一律 毫無創意 你說中藝節目才算 以往曾志偉在那時候 他就拍很多掌門人 是不是 掌門人有什麼 扔蛋糕 或者是 那些嘉賓 大家耳下下 那你黃祖南未曾回大陸做護旗手 還在TVB蹲的時候 那有什麼創意呢 又是跟李詩哲 或者是阮兆祥 走出來扮女人 其實那些創意很低端 一點心度都沒有 至於你說那些劇集 更加荒謬 那些拖戲的成份實在是太過多了 三國戀四國戀 劇集都是這樣的 沒有一波不是的 那些橋段用來用去都是那些 正式叫做五十年不變 你說制度五十年不變就好 劇情都五十年不變 看了半個世紀 就看到人都反胃了 所以你只是撇除了那個政治因素 那些觀眾不看你都是應份的 再加上一個政治因素 不用說了 很多觀眾就判了你死刑 為什麼呢 你的新聞報導是有問題的 你的角度是偏頗的 是不是偏幫的 大家有眼見的 無論是做直播也好 或者你那些讀稿的新聞也好 全部都是傾斜的 向這個 建制派 向這個特區政府 現在有部分的觀眾 就會覺得 一打開你的電視台 都覺得眼淵那一隻 所以任憑你怎麼改革都好 你都沒有辦法挽回得到 這一幫觀眾的心意 你純粹就叫做自欺欺人 因為大家的價值觀就是南緣北切 他就覺得你根本上整個台都是偏頗的擦鞋 你都不是反映得到事實真相出來的 所以他就不看了 作性其他所有東西都全部不看了 他可以轉電視台 或者轉了平台 不看電視 看其他網 大有人在 所以你搞不到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的台上那些藝人 十居其九都是藍絲來的 黃絲那些 你就動了他 又不讓他做 又不讓他工作機會 不讓他演出 你剩下那些全部藍的 你怎麼看呢 叫那些市民 是不是 還有一些是護旗手來的 黃祖藍就是 你叫那些香港市民怎麼看呢 他們會不會接受得到呢 是不是 再加上就是 在亞視還存在那個年代 你TVB曾經有一段時期霸道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就是規限 那些藝人 或者是歌聲 凡是接受其他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就不能夠說廣東話的 不能夠說粵語的 就只能夠說普通話的 所以有些藝人就被迫 接受其他台訪問的時候 說一些不涵不淡的普通話 你都去規避你那個限制 當然現在亞視也接了 是不是 但是亞視接了 又不見得你TVB是很煩死的 因為你整個行業是衰落當中 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從那樣東西就能看到 你是很霸道的 所以其實有部分觀眾 都已經引了你TVB很久了 難得來到現在這個時刻 有這麼多選擇的時候 他一於就不會看你 那個心態就跟抵制 朱西伯格的壟斷的情況是一樣的 就是不喜歡你那種霸權霸道 好了 所以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王維基他搞不成他的電視台 是一個福氣 可以說是蔡翁失馬 燕之非福 是錯有錯著 如果他當年真的搞電視台生意的時候 現在就一定是虧到媽媽都不認得 因為他用一些很貴的器材 又說要用一些荷里活的機器 又說4K拍攝 然後又重金禮聘 從TVB挖角 電影明星 諸如此類 這樣搞法是很少銀子的 香港的廣告市場其實是頂不了那麼多錢的 反而來說他馬上轉型了做網購生意 你說來到現在這個時刻 他已經上軌道了 尤其是吃正了這個疫情 更加多人走去網絡購物 他又賺多點錢 所以就真是叫做 兩岸傻逼提不住 機歌已過萬重生日 你那幫傢伙在這裡爭 電視台電視台 人家已經是脫離了這件事 人家是去了一個超然的境界 去做網購的生意 老實說如果他做電視台也不見得到 一定很好 因為當你那個電視台是要發牌的時候 你受到那個牌照的限制 難免你做任何的新聞節目時事節目都要偏頗 你怎麼能夠是公正中立 電視台的牌照是政府發的 他現在不搞電視台還被人罵少一點 還可以使民眾對他有一絲的幻想 叫做移中流程 挺好 又不用搞電視台虧錢 還要搞網購生意賺到盤滿盤滿 好也沒得撐 接著就說說TVB的助理總經理 非戲劇創作的余詠山 他又怎麼說呢 他又在這裡讚賞曾志偉 說很有經驗 很有江湖地位 他否認跟曾志偉不和 不過我不想說他們權鬥的無謂 他只是說一句話 我覺得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還是 在好的創作環境 他說在新媒體那邊 他也是走得最前的製作人 所以他就覺得不會是自己被淘汰的 那就好笑了 大家看看TVB那些所謂新媒體 你看看他那些YouTube 或者看他那些短片 哇大佬 不得了 跟Youtuber相比 簡直是炆筆和牛筆 你看看那時候有個叫coffee 就是那個 林千瑜 有時候在網上做瑜伽 做到有過百萬人訂閱 做到有聲有色的影片 全部都是六七位數字 如果他繼續蹲在你TVB那裏 拍攝那些十九劇集 他想發圍他想紅都難 正正是因為TVB又多山頭 又要拆鞋 要上位的時候又要馬實一個碼頭 然後又要讓那個人捧你 現在網絡世界大家公平 那個門檻是低了很多 總之你那些內容是夠吸引得到觀眾的話 那就是能夠出其制性的 還用不著在你TVB那裏蹲下 又要拆鞋 又這樣那樣 那時候人家自己做自己的事 自己做一些他最專長的事 最吸引到觀眾的事 根本上是很健康的 你現在還說要找曾志偉、黃祖南這些 根本是前朝人士來的 是不是 所以我就真的不太相信 說他兩位能夠幫到TVB救忙 最後就看看TVB的廣告收入 原來 TVB在2020年的上半年 收入急降了三成七 跌到只有12億 期內的廣告收入 就暴跌到剩下三億五千萬 教一九年的同期是跌了六成九 所以TVB經常賣廣告說 他自己的收市怎麼升 怎麼升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這個升是虛升 因為現在大家被迫在家 所以你的收市升了是不奇怪的 現在6點鐘就說已經這麼晚在食堂吃了 商場就拍烏鷹 失業率這麼高 不看你看什麼 有些人他未必是 在電視機那裡看YouTube 或者他家的電視機都不是智能電視 那你就升了 還有你那個收市調查 是調了幾百戶的 陰光 其實也不知道能否反映得到實況 反正你說收市升也沒用 你收入跌 這個是事實 所以 你說找人去救忙 就看看怎樣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根本上是不樂觀的 這件事本身已經是下墮 你找誰去 都救不了 只能夠慢慢減緩 衰落的步伐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